近日在社交媒体上,一个视讯,刷爆了在迪拜生活的人的朋友圈。 这个视讯展示了迪拜将要建设的一个新的摩天大楼专案BURJJUMERA,BURJJUMERA效果图。 据海湾新闻网报道,该专案由迪拜控股集团Debay Holding投资建设,预计建筑高度为550米。 2019年1月31日,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,亲自宣布了这一专案的该专案正式启动。 专案位于迪拜的阿赫苏区,预计将于2023年完工。 设计灵感来源于阿联酋的沙漠和绿洲。 在塔面上有著LED荧幕,可用于各种幸祝活动。 顶部设有360度全景观景台,可供游客全方位地欣赏迪拜的美丽景色。 迪拜酋长出席启动仪式。 迪拜控股同时还公布了未来JUMERA区域的发展计划。 以BURJJUMERA为中心,打造一个由住宅、商业地产、酒店、餐饮为一体的多功能社群。 谢赫穆罕默德称,这座塔和未来的JUMERA新区域建设。 是迪拜未来城市计划的延续。 其特色是智慧化的设计。 以及充分考虑未来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。 BURJJUMERA俯视效果图。 BURJJUMERA预计550米的建筑高度。 建成后是目前世界上第六高的建筑。 仅次于韩国乐天大厦,555米,深圳平安中心大厦,592.5米,沙特奈家皇家。 中塔酒店601米,上海中心大厦,总高为632米,和迪拜哈利法塔,828米,全新的JUMERA区域。 考虑到目前迪拜和沙特,都有千里以上高楼的正在建设中。 中国也有很多摩天大楼专案正在施工。 预计BURJJUMERA建成后将是世界前十的,以及迪拜第三高的建筑。 介绍BURJUMERA。 金电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